他會主動,希望縣索能夠自行先起,來解副同學在各門課的一個學習 所以我們其實有這麼一個機會,然後有建議機會 那你機會呢,要先加一個更多,繼續取消的,去向主頁加進行計劃的經費,才能夠有這個,助教等級的存在 好,謝謝大家呢,要先加支援,好 好 那 又可以呢 我先来 好 当初有跟那个 因为这个还蛮感激 这间教室呢 可能相较于 1037 桌子的设计要好很多 所以呢 他的同学都不希望换 那当然呢 如果我也有点说 一个大力桌子 至少大家做任何写字啊 或什么都很方便 那但是呢 这个缺点就是 我们的教训都不够啦 那我当时有登附我们的桌子 想说 就是多一些那种 像红色的 或者是 就是红色 有桌子的那种籽子 那 因为当时候有讲说 我本来是说 那堆在这旁边 好 好 堆在旁边的话呢 就是每次上课完之后 我们就把它 两个 两个桌子 扯了 那也不换很大的 佔很大的空间 那但是呢 这间教室是 碗面的 他碗面呢 都不同 像 其他老师会觉得 这样不好看 或者是 等等的 所以总之呢 只好请大家 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 就是 我会请那个 就是 助理呢 能不能把 准备一些 或者是 我说大概10张 我就可以了 大概 过一年前看起来好像 或者是 大家没有去 班牧的视频 面这边的椅子 不漏过 因为我刚刚走过来 收留很容易 好 所以呢 如果可以的话呢 有机会有多次 所以 我们 还是要写一些词啊 或者做一点提示 好 所以呢 如果同学 好 晚到的话 就是这里 没有助备的话 要去外面 搭一下 好 我想 多一个课 多一个想像 在学习上 也不会太大的障碍 那因为我们 这个 子呢 恐怕 就算这个脖子很大 但是这个子子的空间呢 占了那么大一个空间 所以 可能比较难 但是如果同学 愿意的话 我想 也可以克服一下 好 那当然 考试照顾不认识的教室 好 这应该就没办法 买进我们 考试上面的需求 好 这样子的话 太接近了 你怎么会受到干档 写的安静 他不一样 大家都会对自己 写的内容 会造成 你考试的时候的困挡 好 所以呢 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目前课 能 就是 还是维持一间教室 来上课 来上课 那请大家稍微 对 这个 就是 修复一下 我相信 这学期可能会是这个样子 下学期可能会改善很多 因为总会有一学期被 被 比如说折磨 被魔鬼训练之后 就有人被训 那 这个 所以我想 下学期可能上课的人数 都会有一些 有些改善 那当然我也不希望 这不是我的本意 那我当然是希望大家能够 或者是有时有重 至少去门课 我想 不管怎么 走的是什么样的路 只是走开室派系 或者是走一般的财务经济 的话 这个课程的方式都是蛮大的 好 好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上个礼拜讲的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我们上个礼拜先讲的 先讲的我们的 其他终合主力的一个 报导方式 以及他的 教训统的形成的 所以大家有没有 对于这个上个礼拜讲的 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的题目也有什么问题 好 好 用一个文化 大家要记得 我们可能在十月子 就会有这次考试了吧 所以我想 抢在大家 抢在其他科目的前面 我就希望是 大家有最充分的时间 来做都可以 好 那其实都还不是很困难 你只要你是上课 都认真听 下课 然后有做复习 然后 题目有问题的 你就去找到台 为什么会是这样 原因在哪里 你如果 都能够把它搞清楚 那我相信 你在学习上面 这个成效 都能夺住了 那你千万不要等到 考虚前 一个礼拜 再来 再来猛推 其实就很困难 然后有一个正确的 就是控制到快捷证者 有一个正确的 一个法案 以后来 好 那如果大家都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要先从七十页开始了 好 七十页里面 我们要来保留银沿表 那要看保留银沿呢 其实保留银沿的目的就是在报导 资产负债表的全体底下 保留银沿的金额 怎么从其初变成变到其末 也就是说 其初的保留银沿 因为什么原因导致其末 保留银沿的结果是这样的 那一般来讲 正常而言保留银沿的变动 其初跟其末不一样 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两个 好 最常看到的 就一般来讲 会有发生意不同的 其初保留银沿通常 不会跟其末保留银沿一样 好 那不会的原因 通常是这样的 但第一个 就是损益结果 公司经营的结果 最后就是什么 先转到保留银沿 好 所以第一个 保留银沿为什么其末跟其末的不同 第一个看就是 当其损益的结果 就会导致他保留银沿 其末跟其末都不一样 那第二个 原因是什么呢 公司赚了钱之后 不说最后是归谁享有 普通 所以公司赚钱之后 就是要包放福利 他包放福利 也是从保留银沿的结果上 好 所以保留银沿最主要发生不一样的地方 是两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 那个损益的结果 这个比较简单 但是呢 从此之外 保留银沿 还有什么原因会发生不一样呢 这也不是常常发生的 所以我们就要谈几个名称了 几个名称就是几种的交易发生 那你就规认一下 它是属于哪一个 然后呢 你再来判断 你接下来就知道 你该怎么做会计处理了 然后基本上呢 会计会发生的 就是第一个 是会计发生了工技电动 好 第二个呢 发生的是 叫做会计原则改变 第三个就是发生了会计的处理错误 好你要先界定 当某一类的交易发生 那不是我们对外的 这几个交易呢 通常就是公司内部发现说 有这些情形发生 当有发生这些情形的时候 你大概先去判断一下 它是属于什么样子的一个性质 然后你再来决定 你的会计处理就该怎么做 那什么叫做估计电动 在会计里头 我们说很多东西都是什么 都是合理的估计来的 比如说 最常用到的估计 比如说 好 我们一个机器设备 会用多久 这是什么估计来的 然后用了多久之后 它身体的性益价值 餐息有多少 这也是估计来的 当我们这些的估计 发生面斗的时候 属于估计面斗 估计的项目 或者是估计的事件 发生变动 我们叫做估计变动 好 什么叫估计 就是我们在会计里面 有很多事情呢 都是用估计来的 好 但在这个估计之下 大概是因为 我们在做会计常理的时候 然后可以用到 那最常看到的会计估计 可以讲 有一个就是固定资产的 耐用年限跟耐用年限 其满残值的估计 好我想大家结果出牌都知道 我的则就是用计算 要有三个数字 下一个方法 那三个数字里面 就有成本是确定的 另外两个 那用年限跟残值 都是估计的 所以只要是估计发生在变 就叫做会计估计 那估计发生变动 我们不要去想会计会怎样 你想你估计发生变动 是特殊的情形吗 最近气象局 我就知道气象局很可憐 还好我们再怎么说 都不会到气象局去工作 那气象局的预报员 怎么样都会被骂 对不对 好 这个风大小也会被骂 估计错误也会被骂 然后雨量大小估计错误也会被骂 那走风的那个这个台风的路径 偏了也会被骂 可是我觉得有没有什么道理呢 当然就是说 你估计的当然差异性太大 那当然就是 我们不要去检讨 大家也不愿意是估计错误啊 所以呢 这个应该不是 我觉得应该不是人缘的问题吧 当然呢 或者有一点点 可是我觉得也不要太过于苛者 但是重点就是说什么 你既然要公计 就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是对的吧 好 所以你有一些误差 在合理的段位之内 其实是可以延续的 那我们在谈 那我们这个 我们在讲会计估计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谈说 那你什么 像我们做什么调查统计抽样啊 什么误差值多少以内 任务百分之三以内 这个不一样 我们在讲会计估计的时候 跟投机并没有完全挂钩一样 挂钩一样 挂钩一样 所以我讲的是 只要我们有发生估计的数字 或者是交易内容 发生改变 我们叫做估计变动 那我刚也讲过 估计本来就不会是百分之百是完全一样呢 好 所以当你发生估计改变变动的时候 那我刚刚已经先为气象局的预报原先做了一个 也不能说脱罪啦 去做了一个解释的 所以一样的道理啊 我估计是这个机器我可以用四年 那没想到用了两年就不行了 那用了两年就不行了 这也不是我估计当中的错误啊 因为有可能是因为整个什么 环境改变 有可能使用者操作不当等等所造成的 总而言之 这个估计发生变动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追究责任的是另外一回事 但我们的快速处理上面是不缩计往 我原来估计可以用四年的机器 结果我用了两年 这个机器就不堪使用了 那我的那边就是只有两年 这就是估计变动 好 那我估计两年 我原来估计四年之后呢 它的残值可以卖掉的是 这个 它的成本的十分之一 结果用了两年 我就把它卖掉的话 它的残值是十分之二就占了 比如说十万块呢 它可以卖掉的剩余现金价值有两万 这也是什么 越残值也是什么 分析来的 所以当你发生你的那样年限或残值 发生变动的时候 这种东西通通叫做估计变动 好 那我们刚刚讲说 我们的折旧有三个数字加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通常你在用的时候 好 我们在用折旧方法呢 当然我们做很多的快递处理的时候 都是要什么 要反映反映事实 或者是反映经济的条件或环境 所以呢 我假设原来我的这个折旧呢 我认为我本来认为的是 它应该是什么 跟年数有关系 好 就是可能它会用四年 就用直线法的一类折旧 那结果呢 跟时空恐变 我们发现这个直线法之下呢 每年期的折旧都一样 好 我们讲汽车好了 汽车呢 新车跟旧车 我们说如果用汽车的那种 有机具比较的话 计算折旧的话 它每年期的折旧都一样 但是新车跟旧车呢 它在维修没有说不一样啊 我清车的时候 我可能只要什么 五千公里 或者摩托车是两千公里 我就换一次机有 可是我骑了 比如说两万公里之后 你懂什么 你刹车体就要换啊等等等等 就维修费就会发生比较多 所以呢 我发现呢 我用直线法去提列折旧 就是假设我使用这个资产 所应该负担做我发生的成本 每年都一样 可是拿汽车这个例子来看 发现它不一样啊 如果我用折旧 直线法去提列折旧 每一年的折旧费用都一样 但是我使用这个资产呢 我越到后期 我使用这个资产所发生的成本来更高 因为我的维修不用增加了 所以一样是使用这个资产 没有什么道理 因为它提供的效益是都一样的 都一致的 所以我认为 然后我后来发现有这种情形发生 所以我就决定要把我的折旧方法改变 改为年输可济法 也就是说我的折旧方法呢 是我的折旧费用一开始提的比较多 这是我的expense 这是我的年 一开始我的折旧费用比较多 然后越提越少 好 那因为呢 这个资产它的特性什么 一开始的时候 它的维修费用比较少 但是呢 它越来越多 好 所以呢 我这个 这个是我的折旧费用 这是我的维修费用 好 这是维修 然后这是折旧费用 所以这样子整个看起来呢 我让使用这个资产的时候 我的 所发生的成本 就会什么 就会是一套平线啊 好 你这样子会比较符合 我对于这个资产 使用这个资产 因为我不再强调 我们要做配合原子 我使用这个 我产生这个收益 一定有相关的成本 会用发生 所以我有这个成本 会用发生的时候 它造成的效益 应该 如果成本没有是 效益是一样的 成本没有对应该一样 所以经过了一年之后 我发现 这个资产这样的特性 就决定把我的 折旧方法改变 所以折旧方法改变 它也是一种估计变动 因为我本来认为 估计是 我的折旧费用是 我使用这个资产 因为造成的效益是一样的 所以它所发生的 成本费用也要一样 就使用了一年之后 发现这个资产 不是这种情形 所以我的估计 就发生了一个修正 调整 所以这种折旧方法的改变 也叫做估计变动 所以我在想说 到底它什么样 这些都是内部交易 没有跟外面有什么关系 公司要用什么样的折旧方法 用估计什么样的 那要连线跟采集 这是公司内部的事 所以不是外部的事 我们现在讲这几个 都跟外部没有关系 是公司内部 要自己来去做了一些调整所产生的 好 那所以我们跟它讲说 这三种 你要先去 针对你的交易去探读一下 它是属于哪一位 所以如果像是 那明显改变啊 产生之改变啊 或者是折旧方法改变 这种都是估计变动 那如果是估计变动的话 我就不硕即往 好 以前所做的折旧费用 我就承认了 我从现在改变了 我的估计改变之后 重新去计算 在现在的情况之下 应该去提借的折旧费用 所以 因为我刚才讲说 你要先去判断 这个交易的发生 这种情形发生 是属于什么 如果是估计发生改变了 那我就不要去管过去的事情了 广者理议 来者可追 所以这个就是估计变动 我们就不做计 从变动的时候重新去计算 或重新去做你的筷子 就可以了 好 那第二个是会计原则改变 基本上我们的会计原则改变 通常在我们的国际会计准则里面 很多的交易 很多的会计原则改变的话 它都是建议 它都是这个主张要重编以往的 才误报表 但是不见得所有的会计原则改变 你都可以去追溯到以前去做重编 所以如果有些的交易发生了 又是没有办法去追溯 去重编以前的财务报表的话 那我就去做什么 会计原则改变 什么叫做会计原则改变 比如说我们讲 我们最常看到的 所以我第一个先讲 会计原则改变 通常在国际会计准则 它主张的会计处理方式 要重新编制以往的 重编以前的财务报表 好 那如果重编 那也简单 但是工程是比较大的 但是如果某些的原则改变 我是没有办法追溯的 那我就必须在我们的会计处理上面 用一个所谓的会计原则改变来做处理 那我们先来解释 什么是会计原则改变 比如说 好 我们讲存货的流动假设 记得吗 我们讲在粗块里面有讲过程 除货的成本流动假设 好 除货的盘存制度有两个 但是成本的假设 成本的计算有三个方法 先进先出 平均法 个别认定法 好 所以这三个方法 那我原来的成本流动假设 成本流动假设 它就没有 我自己认为 比如说我的成本流动 是先进来的先卖出去 所以我一开始先用先进先出 那后来呢 不管它没有特别去讲什么原因 那我发现这种成本流动假设 根据我的环境 我的交易环境 我决定把它改变为平均法 所以我从先进先出 改为平均法 那我以前财务报表里面 都用先进建出法去做 决定出它的消货成本 因为我们的消货成本 是不是要从成本流动假设 里头去决定出来 不管你是定期团存制也好 永续团存制也好 你都要先知道你的成本流动假设 来决定出你的消货成本 那假设公司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 我要去通编那么久能力 财务报表吗 每一年都要通编 我要通编50年欸 所以感觉不可行 或者是很难了 或者是不可行的情况之下 那我决定不从编 那我既然102年 决定把我的成本流动假设 从直线法改为平均法 那我就必须把期初的存货 它的金额把它改变为平均法之下 应该有的金额 但是之前的三个年度的财务报表 期末存过已经决定出来 在我们的报表上已经出现一个数字了 所以我要去做调整 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会计原则变动累积影响数 好 这个东西呢 当我发生会计原则改变的时候 我会尽可能去追溯 那追溯的时候怎么做 在国际会计准则就建议不要重编以前的财务报表 就是以前我就用平均法的话 只有五十年前的准议表会什么结果 准议表会的结果 准议表会的结果就会影响我的资产付债表 那第二年呢 我一样我用平均法 所以期初存后不一样 所以当年度的使命感也会不一样 然后思想负债表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每一年的财务报表都要需要重编 好 那这个是国际会计准则规定的 但是有些情况之下不可能 好 无法去追溯那么远的资料的话 那你就用一个什么 会计原则变动来做你的会计处理 也就是说把我期初的 这个先进先出法的存货的成本 改为平均成本之下有的金额 那这个调节的过程 我们用一个科目 就叫做会计原则变动累积影响数 好 所以这个当我说了这个 我的假设好了 好 我假设呢 我平均法之下的成本 平均法之下的 其初存货的成本是12万 但是呢 先进先出法之下的 其初存货的成本是15万 好 因为通常物价上涨是正常的 所以呢 先进先出就是什么 月涨买进来先转为消货成本 所以我期末存货率是什么 月后面买进来的 那月后面买进来 我刚刚讲说 这个物价上涨是一个正常的 所以我就假设它的期 依期末来算的比那个存货会比较高 好 所以呢 我要把它从先进先出 改为平均法 那我必须什么 把我的存货 其初存货从4万减少为12万 好 那我的分路 大概我就是什么 既然我的存货要改变 我就是什么 待期存货 因为存货是一个资产性质的科目 我要减少它 那我期方是什么 我期方呢 所以这个东西存货减少 不是因为我卖掉 因为如果存货减少 有可能是什么 卖掉转为消货成本 我们这个例子不是啊 因为我是把它的成本流动假设 做了改变 所以我的存货的 其初存货的成本要减少 那我期方科目就是一个什么 会计原则变动累计影响数 因为不是当年度的 是从以前一直累积下来的 累积影响数 所以影响有点自然不显 就这样子 好 所以像这种情况之下 我就不能说不做既既旺 不像夫妻变动 我们说夫妻变动 是不做既旺 但是原则变动 原则改变 我呢 一则重编 财务报表 否则的话呢 如果不可行或无法去做重编 我就要什么 要追错调整 好我追错调整 我的交易分入 科目就是写成这样子 我的记录 我就要吸引一个 会计原则变动累计影响数 在哪里 好 那我们待会再讲说 这个东西 可以放在哪个位置再说 好 第三种情形 所以我说你要先知道 好 当平方弄些人 你是要去了解一下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 什么叫做错误 该做没有做 不做既算错误了 或是不该做而做了 这个都错 好 错误就是 错就是错嘛 好 那这种错误的话呢 我们你就一定 错你就不能说 啊 我从现在知错能来就好了 对不起 在会计底头 如果你有以往的 比如说好了 10年前 我买了一个 10年前 我把这个房子做了 一个大幅度的整修 花了一百万 那这个整修呢 因为是大幅度的整修 所以我假设 假设我重新 我整个 好 像我们在常常在讲 那个 不是独根 不是独根 像 叫做什么 哈 好 像高雄市呢 像我们的同学 他住在那个四维屋里面 那个 他们的大楼呢 好 当初后呢 就是为了 就是因为 绿酒的嘛 所以他环环的瓷砖啊 或者是他的那个 就是 那一个建筑物的环环 就有一些 不是那么的漂亮 那 但市政府呢 为了让他整个市容 是美观的 所以呢 他就有一点兼媚 那如果你大楼 要做所谓的这个 拉皮的文化 那也可以申请 那可能你的金额 假设是 你拉皮需要一千万 政府补助你 我不知道多少钱 一百万 两百万 之类之类的 好 所以那个当时候呢 就是做了这个拉皮的动作 那当然这个 可以用大航棉帮 有很多问题 让我们都不讲 就是说 假设我是做了外观整个 我的瓷砍重新去贴 好 那贴了之后呢 我花了一千万 那是当时候呢 我把它当作是维修费用了 去当年度就做我的费用 把它冲掉了 全年前发生了 好 那这个房子呢 假设它本来有这个 因为它是钢股结构 像我们的那个 台湾的国税局 有一个各类资产的 那样的年数表 它根据房子有不同的结构 有不同的那样的年限 像钢股结构的话 我记得它那样的年限 至少是50年 好 所以假设这个房子 这个那样年限是50年 那我呢 这个房子使用10年之后 去做了拉皮 然后10年之后 又经过了 10年之后做了拉皮 又经过了10年 所以等于 拿我现在来看的话 这个是 这个房子已经有20年的 那个年限了 好 已经用了20年的 那我拉皮 是10年前发生的 那假设我那个装的拉皮 我认为这个房子 我经过 花了这个大笔的金额 我去做了拉皮之后 它应该可以有40年的年限 可是10年前 我做了这个拉皮的时候呢 我把它当做维修费用 那现在10年之后 发现了这个错误 那10年前 已经把费用承认进来了 所以我要去更正 10年前那时候 所做的维修费用 这是错误嘛 好 但是这10年当中 因为这个 我当初把它当做是一个资产 那这个资产呢 我必须根据什么 它的年限 那种年限 跟它的残值 将它的折旧方法 去计算折旧费用 所以这10年当中 我就还有折旧费用的少计 所以这个时候 当我在做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要去做什么 我就知道 那是10年前 我的快捷处理错误 因为它不是一个维修费 它是一个资本支出的性质 所以呢 我就要去做 会计错误的更正 好 那我刚刚举了一个例子 大家想想看喔 当不追溯 会计附近变动的时候 我不追溯 就看从那时候从那时候 从那时候去做 当年度应该提列 应该做的会计数据就好了 我不过凝望怎么做 那会计原则变动的时候 这个变动 我也要做它的会计数据记录 因为我要追溯 我要去追溯去做一些调整 要不然就要重编 好 那如果开计发现错误的话 跟我刚刚的解释 最十年前发生的 我要先去做十年前的更正 好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你发现的是 会计处理错误的话 我要去做什么 更正 调整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拿刚刚那个例子来说 假设我是十年前 这是假设92年的1月1号去做的这件事情 我做了一个资本支出1000万 好 那我假设我做的这个东西呢 其实到时候这个房子是 因为那时候做的时候 还有40年的年限 那40年之后 这个假设我做的这个房子的补偕 其实对这个折旧没有来 对对于餐食没有任何帮助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11000万的这个错误 不要怎么做 因为是1000万发生 在92年的时候 我还有40年的年限 因为比如说这个房子是50年的那样年限 已经用了10年之后 可以去做这个所谓的资本支出的维修 好 那这1000万呢 我还预期它还可以维持40年的使用年限 所以呢 我们第一个来看一下 当我发现这个错误的时候 第一个 你先想 如果我做的这个资本支出 它是附着在这个建筑物上面的 所以我不要另外成立一个会计科目 那现在是附着在这个会计科目 那个原来的建筑物的科目之上 所以我是不是在92年的时候 我是借维修费用带现金就完了 或者是应付什么东西就完了 可是这个维修费用是不贵的 应该是要借什么 借建筑物 好 我先讲一下 92年我做的时候 92年我可能做的分度是这样子 假设92年的1月1号 我做了这个维修 好 那我先把它当作费用 一些维修费 1000万 好 那我现在是102年的 假设我现在发现这件事情 102年的时候我发现有这个问题存在 好 其实不管102年的什么时候 好 反正就是10年之后我发现了这个问题 好 它有这个错误 所以第一个 我要先把这个 因为我说了 既然是这个贴石砖啊 或者是它的外观 其实是跟这个什么 跟建筑物是什么 连在一起的 现在是跟这个建筑物连在一起 所以其实我这个把它当作是建筑物的成本增加 所以我现在借建筑物 好 所以1000万 那我这样 我付薪金是没错啊 薪金付掉了啊 没有问题啊 你不能跟他讲说 这个不是费用啊 所以我要把这个1000万拿回来 然后再重新做吗 不可能 你钱负金都做出去了 你只能去赶你的科目而已 所以你说 那92年的时候 我不能叫人家不是维修费啊 所以我要把维修费用调整掉 你想这样对吗 92年的维修费用 在92年就已经转入92年的损益表 损益表的结果已经结转到什么 它的保留因源 反映在它的资产负债表里面了 所以你把92年的维修费用 在102年去做维修费用的更增 那不是很可笑吗 因为费用客户在发生当年度 就已经什么 结清了 收入费用在当年度年底就结账的时候 就已经结清了 所以102年你不能去做 1992年的维修费用 直接把它充掉 就是没办法充 因为你这样子代谢维修费用 变成是102年 你充当年度的维修费用 那当年度的维修费用 就跟这个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 我的科目就不是叫做维修费用 虽然是92年的维修费用高估 但是92年年底结账之后 他就已经结转到保留银语里面了 所以我比较好的科目 但你要想说 因为他结转到保留银语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代谢保留银语 也可以 但是更好 我们要精确的使用这个会计坑 我们要到前期权益调整 92年的权益去调整 92年的维修费用高估 所以费用高估尽力低估 转到保留银语也低估嘛 所以你代方 写在这个地方 当然就是保留银语会增加 好 这是第一个 在92年的时候 我针对那个维修费用 误认为 或者是会计处理错误 误认为是原费用的坑物 我去做一个更证 这是会计错误更证 那些92年的维修费用 调整为是我的资本 资产的成本 那些资产是因为你要提点拯救 是不是要提点拯救 所以92年 我这边写了 92年开始我都发生了1000万 没有增加任何的残值 我可以有40年 换言之 我每一年的建筑物的折救费用 如果我有这1000万的资本基础发生之后 在这个条件之下 我每一年的折救费用 应该会相较于之前所提的折救费用多 多多少 多40万到 1000万除以40年 OK 25万 1000万除40年 好 费用看一下 除40年 所以每年要多25万的折救费用 那我已经什么? 已经经过了10年 92年开始到101年中10年 就表示我这个建筑物的累计折救费少计了 建筑物 好 折救了多少? 250万 一年25万 10年就250万 那累计折救少计 它的接方客户是什么? 折救费用啊 因为我没有把它列入我的资产的成分 所以我没有提列折救 那10年来 我就用折救了250万的折救费用 所以呢 如果按照这样写 我就要写折救费用 好 但是呢 这个折救费用这样也有问题啊 好 为什么也有问题呢? 因为92年年底的折救费用 也转到损益结果了 93年的折救费用 也转到93年度的损益表了 所以这个跟这里一样啊 因为92年的维修 也是在92年底 已经接转到损益表里面 所以92年 当年度的折救费用 93年的折救费用 甚至到101年的折救费用 都已经截转到损益表 都已经截转到我们的保留音域 所以事实上就跟这里一样 所以你这个地方 也是写前期损益调整 因为我以前年度折救费用少计 那费用是损益表的 跟我每年年度就结束了 结清了 结清了就短到保留音域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这个例子里面 我就应该这样子写 好 因为我这边要借前期损益调整 因为以前年度的折救费用少计啊 费用少计 金益就高估 保留音域就高估 所以我现在把这个分部写在一起的话 那我这边呢 前期损益调整里面 就应该是什么 就不就是只要写750万就负费了 好 我就要做这样的一个更正本部 这样看懂吗 好 所以这个例子92年发生的错误 那因为92年发生的错误在就往后的十年 在我现在发现之前每年都有影响 所以我就把最每年的影响就是什么 要把它做一个更正 因为会计错误我用的科目叫做前期损益调整 好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交易 当我内部检讨或者是发现这些事件的时候 我说呢第一个你要先去判断 它是属于哪一类的性质 好 是估计变动 是原则改变式 还是错误的发生 那你的困境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估计变动 那我从现在重新去计算就好 原则变动我要去追错 好 如果可以我就重编 如果不能 我才做一个快系科目来做调整 如果发生错误 就一定要更正 那更正 我的交易分路要怎么写 好 这是我们先取一个例子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一下 我们想保留盈余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好 所以我们就要过过头来谈 这每一个蛋存货 这个科目是什么 是属于资产负代表的科目 那这个呢 就是属于什么 保留盈余表的科目了 好 那一样 建筑物是属于资产负代表的资产科目 然后累计则就也是属于什么 资产负代表的科目资产的减项 那前期水利调整保留盈余表的科目 好 所以这几个 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在讲保留盈余表的时候 要把这几个我们稍微拿出来讲 因为这三个内部发现的事情 有两件会影响你的保留盈余表 好 所以我的保留盈余就不是单纯 因为当年度的水利结果 因为当年度发放鼓励给鼓动 而造成变动 如果有以往的焦虑事件 发现了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或者是发现有一些该修正的地方 我就必须去做它的分路 那这个分路会影响你的事情 就是影响保留盈余表 所以这一个跟这一个 当我在编保留盈余表的时候 因为你可以看 这是以前年度发生的错误 所以我当然要调整 其出保留盈余 以前年度发生的错误 就表示我其出的保留盈余是不对的 所以我就是这个前期水利调整 当然去调整我其出保留盈余 要得到一个正确的其出保留盈余 那会计原则变动 也是因为我的会计原则变动 但是以前所发现的影响数 我没有办法去追溯重编 我没有办法去重编 所以我用追溯调整 所以也是以前的报那个资料 跟去做修正的 所以这两个 当我有这两类交易发生的时候 我都要先在我的保留盈余表里头 重新去计算我更正后的 或调整后的其出保留盈余 这样清楚了吗? 所以我在想保留盈余 干嘛跳到这些事情呢? 知道中处里说 我的保留盈余除了因为 損益结果 当年度的損益结果 当年度发生苦力造成 它的其出跟其末保留盈余 也不一样之外 如果你有以前的交易 以前的事件的交易 发生了一些变动或调整 而去影响你的其出保留盈余 所以当你有发生这一类的交易的时候 你先去调整出 你正确的其出保留盈余 大家看懂吗?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七十一页 七十一页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有个建安公司的保留盈余 其出保留盈余十八万六千 前期属于调整要减少六万一 这个发生的是戒方的金额 然后会计政策变动累计影响数 我们的择就帮忙 我们的存货 存反的一种假设算是什么? 政策 变动累计想数 三万两千 产生单望有退 产生的调整后 其出保留盈余 这样太懂了吗? 要看懂了吗? 好 所以这两个交易 所以这两种科目发生的时候 当你在编表要编在什么地方? 编在保留盈余表 而且是放在最前面 因为我要先得到一个正确的 其出保留盈余 好 你可以看这个建安公司 接下来就很单纯了 加上本期净利、减调、努力 就得到其中保留盈余 这保留盈余表 如果没有这前面的其出保留盈余 如果你要去做调整的话 其实很简单 就其出保留盈余 加本期净利、减调 本期八方的股票 得到其获保留盈余 就这么简单 好 每一年一般的公司 大概是这种情形 去做你的保留盈余表 但是有一些特殊交易发生的时候 那这些癌类的特殊交易 这些特殊交易 就会在编织保留盈余表的时候 我们要先去做一个正确的 其出保留盈余表 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调整后 其出保留盈余表 好 那我们来找一个 例子来看 好 这边呢 因为它这边都没有做 困境原则的 好 好我们看一下比较简单的第十三集 好 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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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它的 它的八十 插发尼度正确的 这个本籍禁令 然后请你去计算 然后编制正确的保留盈余表 然后指出 为包含您正确保留盈余表的 项目要做 如何表达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